READY 哈囉 各位玩家大家好 歡迎收看電玩宅蘇珮 我是主持人安娜黎 今年大家不知道有沒有去台北應用展逛逛啊 今年是凡迪他們可是有大規模的展出 不僅包含了魔獸世界5.0 新海爭霸2的最新資料片 而且還有暗黑迫害神3的試玩 現場他們還有非常大規模的比賽喔 我們一起去看看到底冠軍是誰吧 今年的台北電腦應用展 志凡迪可說是現場最大的參展遊戲廠商 除了展出的三款遊戲現場人氣大爆發 加上最多的美少女展現青春活力 甚至搭配即將登場的魔獸世界5.0資料片 扮成俏皮的熊貓美少女 更是讓玩家看得心花怒放 不過別以為志凡迪只有找一堆妹 來跳舞就能夠滿足玩家喔 事實上他們在週末期間 還有舉辦多場比賽活動 更是人氣焦點所在 首先是針對精采的 新海爭霸2選手示範賽 邀請新海神人玩家到場競技 不但讓玩家親眼見識到 這些神人玩家的高超技巧 也為即將登場的新海爭霸2 重組之心資料片暖身 精彩的比賽過程讓人鼓掌較好 接下來為了9月要登場的 魔獸世界5.0資料片 同樣有精彩的副本表演賽 讓玩家可以一窺全新的潘達利亞 大陸的風貌 以及全新種族熊貓人 還有全新職業武僧 將帶給玩家怎樣的驚喜 當然最精彩的莫過於 WOW Cup 精英爭霸賽 在之前經過激烈競爭 脫穎而出的前四強隊伍 也在現場角逐最後的榮耀 並吸引眾多魔獸世界的玩家 前來觀戰 現場的觀眾除了電競迷之外 還有替參賽選手加油的啦啦隊們 歡呼加油聲不斷 現場氣氛火熱 經過緊張刺激的比賽之後 有Team ROC 奪得冠軍 以及新台幣3萬元的獎金 而亞軍則有SYI獲得 也請大家為優勝者鼓鼓掌發 今年暑假最大的盛會 當然就是2012台北電腦應用展啦 週末期間真的可以說是人潮滾滾 所以當然是少不了明星藝人 來到現場跟玩家相見歡啦 像是中華網龍 他就邀請到了霸刀OnlinePlus的 代言人國中威 化身非常性感的霸刀女帝 驚艷全場 而且還跟現場的玩家 玩情人抱抱互動遊戲喔 我們一起來看看現場的盛況吧 週末期間的台北電腦應用展 人潮爆滿盛況空前 也讓參展廠商摩拳擦掌 在電腦應用展 全力吸引玩家的目光 而除了滿場的美少女青春熱舞之外 找遊戲代言人來現場也是一個好方法 像中華網龍雖然這一次電腦應用展以吞噬天地3為主力 但另外一款全3D網頁遊戲霸刀Online也不容小看 而且現場玩家也對這款全3D的網頁遊戲頗有好評 認為他有不輸給傳統MMORPG的實力 對他的表現大為稱讚 而中華網龍為了替遊戲造勢 也請來性感的霸刀女帝國中維 到現場與所有的玩家互動 更是讓現場氣氛為之沸騰 在中華網龍美少女青春熱舞帶動現場氣氛之後 一身火紅造型的霸刀女帝登場 更是讓現場驚艷不已 而侍奉七夕情人皆將至 國中維還與現場四對情侶黨大玩情人抱抱遊戲 而參賽者為了爭奪豐盛的獎品 和劉夾輩的用公主抱進行比賽 增添了不少有趣的畫面喔 果然有霸刀女帝的加持 中華網龍的活動大成功喔 哈囉大家好我是霸刀女帝國中維 希望大家趕快來玩霸刀OnLives喔 由韓國NCSOFT公司開發的 新一代線上遊戲《劍靈》 也即將在今年8月底 在中國大陸正式營運囉 到時候大家就可以感受到 全新時代MMORPG的震撼啦 不過說真的 真的好羨慕大陸的玩家們喔 到底劍靈什麼時候才能引進台灣呢 大家一起來祈禱一下吧 由韓國NCSOFT公司開發 騰訊遊戲所代理的MMORPG 《劍靈》 在今年的《China Joy 2012》 也是大規模的展示 除了現場可以試玩 並且加入了中國玩家口味的 無俠風格元素 也將在8月16日率先在中國 進行核心測試 《劍靈》自從2008年首次公布之後 就受到綁架的注目 遊戲引用韓國創詩歌為題材 遊戲的種族設定以及設計風格 引用韓國古典傳說中的人物 並且邀請到韓國知名茶華家 金森泰主導美術設計 讓角色與場景風格充滿特色 劍靈強調遊戲環境的變化 加上使用On Your Engine 3引擎開發 來呈現東方風格的武器世界 並希望讓玩家簡單操作 就可以享受各式各樣 刺激招式戰鬥的樂趣 新生薰曾經跟大家介紹過 中國的騰訊遊戲 有推出一款線上遊戲《斬魂》 它可是一款強調爽快打擊的動作遊戲喔 不過大家應該沒有想過 現在線上遊戲也會一級成大型電王 而且還會全中國連線喔 這麼沒有創意的想法 大家趕快來看看吧 中國的遊戲廠商網易 在今年的《China Joy 2012》中 展出了他們開發4年的網路動作遊戲《斬魂》 並且使用了大型機台的框體 實現多平台一起連線遊玩的可能性 並預計會在今年上市 《斬魂》遊戲以隨堂歷史 結合上古神魔傳位背景 預定有18個職業 遊戲中將有6個基本職業 每個職業有3個轉職方向 玩家可以操縱完全不同屬性能力的職業人物 以迅雷不及掩惹的連續攻擊 感受橫向動作遊戲的迅速打擊感 遊戲強調結合線上角色扮演遊戲的玩法 包括百人集成戰 多人經營副本 多人合作試塔防等等 讓玩家可以感受刺激 具有操作性的戰鬥 又能夠享受大型線上角色扮演遊戲的多元化內容 備受玩家欺壓的超大作《惡靈古堡6》 即將在10月和大家見面啦 甚至除了有三大主角的不同劇情安排 甚至還會有第四位主角的劇情喔 加上還可以以僵屍的角度來攻擊玩家的新鮮玩法 真的是讓遊戲內容更加豐富了呢 大家一起來期待惡靈古堡6趕快推出吧 由Capcom公司製作 奠定恐怖動作冒險遊戲地位的 惡靈古堡系列以獨特的解謎事件 以及恐怖感而廣受歡迎 而最新作《惡靈古堡6》 也將在今年的10月2日發售 這次故事設定在一代故事的13年後 生化病毒感染殭屍再度回歸 而且遊戲的舞台擴及全球 讓玩家感受到更逼真的生化危機 本作比前幾代加入更多的格鬥要素 特殊的滑行攻擊也讓節奏更為緊湊 另外惡靈古堡6 也是歷代主角大集合 除了有克里斯、里昂、傑克之外 在惡靈古堡2出現的艾達篇劇本 也會在三位主角全破後開放 另外也新增加了遊玩模式 讓玩家亂入其他玩家的遊戲中 以僵尸等神化兵器 試圖襲擊其他的玩家 喜歡激動戰士系列的玩家 應該很期待這款激動戰士 鋼彈Edge的推出吧 憋機憋機因為遊戲 馬上就要在近期推出囉 而且還會推出兩個版本呢 喜歡鋼彈的玩家們趕快出動吧 萬代拿夢宮宣布 將於8月30日推出PSP遊戲 激動戰士鋼彈Edge 本作品是以2011年於日本電視播放的 激動戰士鋼彈Edge為題材所製作 是系列首次以電玩遊戲化為前提的 跨媒體製作企劃 人物的畫風與以往的系列不同 較偏向兒童族群 但作品中仍然導入了戰鬥者的少年煩惱 痛苦等等嚴肅的要素 並且以不會讓以往的愛好者 感到灰心的方向來製作 故事內容中會以副船子子船孫的方式 跨越三個世代 同時鋼彈也會由Edge 1 逐線進化成新機體 進行世代交替 遊玩方式與同樣由Level 5開發的 紙箱戰機相似 可以自由組合零件 預成和改造出屬於自己的機動戰士 另外遊戲會以雙包裝的方式推出 並以交錯遊玩任務的模式 帶給玩家不同的遊戲體驗